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视频 那么随着咱们苹果政府更新完3.0版本以后 可以说整个这个Dota传奇游戏已经顺利的跨入了3.0时代了 那么由于我们苹果政府呢更新的比较晚 所以大家对这个哪些英雄需要去搞 哪些英雄需要去重点培养 进阶优先去把它搞起来的这么一个问题 还是非常的困惑 有很多疑惑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全方位的分析 告诉大家哪些英雄是我们推荐去进阶的 当然这个其实还是要对吧 见仁见智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把我的这个意见和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也可以自己去参考 那我们先讲一下结论吧 直接讲结论 因为有的同学不喜欢听这个冗长的分析 大家都比较懒 时间也非常宝贵 那我们先讲结论 优先推荐进阶的这几个英雄 一个是DP这个是首选 因为他打这个女武神 还有这个雾勉 包括打王座之塔和这个噩梦远征 这些都是有非常强力的作用 这个特别是升了这个成一以后 有时候他还可以可以这个上一上竞技场 所以我们首选是第一个DP 然后第二个 应该不是说第二个吧 后面的这些顺序就大家自己去取舍了 其他的就是这个小黑 小黑 然后还有觉醒全能 然后一姐 然后还有白虎 还有双头龙 大概就这些 为什么推荐这么一些英雄呢 主要是保证这个 大家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16章的这一关 因为我也是看的一些攻略 就是说刚才这些英雄能够顺利的推过这个16章的这一关 那这一关的话会爆的东西是非常的丰富的 有这个 现在我们非常紧缺的这个引领胸甲 就这个东西 引领胸甲 然后还有帽子 帽子 然后好像还有钥匙 也是非常紧缺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首选推荐这几个英雄 那么你就这个打到推到这里 你就可以开始每天的扫荡了 对吧 然后这些英雄进阶的属性呢 也不差 那么我们就挨个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分析啊 用到了一个小小的工具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一下 我这里就不提了 免得又说我打广告 对吧 首先我们先看啊 因为我培养的都是一些比较 应该说比较主流的英雄吧 所以这些非主流我就不去分析了啊 我也没有这个 没有英雄 也没有这个经验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我们先看小黑 我是这样分析的 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显示的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直接点这个进阶按钮 点这个进阶按钮 那么裸装以后的乘一是这么一个属性 那么所有属性肯定是下降的 对吧 因为附魔返还了以后 那么我们这里分析的话 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来 首先我看它呃 这些装备里边哪些是我这个 橙色阶段能够积累到的 就已经有的 那么我就把它点上 比如说这些 呃大天使鞋子 然后这个这个叫什么 恶魔之死还什么的啊 这几个是在橙色阶段 就是说开3.0以前 我们就能刷到就能积累到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属性 都是有一个提升 除了这个生命回复 那么这个属性对于小黑来说 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黑 确实是有必要升到这个橙衣啊 这个是我们这样得出的结论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OK哥啊 OK哥 全能 那这个也是 呃 首先这个觉醒 要有这个觉醒装备 对吧 然后穿上鞋子和这个泰坦 配上以后 你看整体的属性 也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呃 然后除了这个生命回复和能量回复稍许有一点下降 其他的都是非常提升 非常明显的 嗯 那我们决定这个全能也是有必要去提升它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TK 嗯 TK我觉得用的地方其实并不多 而且它这个 呈一的话 你能刷到的现在就这两个装备 穿上以后 它的法强护甲啊 这些都包括智力啊 都下降了 反而还不好了 所以的话 我觉得暂时没必要去进阶塔 然后还有编语 也是 类似的一个效果 那一个鞋子穿上 然后一个这个毁灭护服穿上 法强少了一点 然后 雾甲这些提升都是非常细微的 然后魔法暴击少了25啊 这个也比较可观 然后它这个技能等级提升两级 呃 应该来说的话 和它前面这个魔法强度和这个暴击的 呃 减少和这个技能提升的争议 应该说是基本上相互抵消的 也就是说你进阶以后 只有只穿这两个装备的话 其实 呃 就感觉 嗯 整体的提升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啊 所以病女我是不不大推荐的 那接下来就是小那家 小那家的话 你看目前咱们如果能刷到的就这两个 在这个 就是人生了零版本以前 那你只穿这两个的话 你看这些 包括它的敏捷啊 生命质啊 物理攻击这些啊 还有护甲 呃 这些非常重要的属性啊 包括这个闪臂 它都是 啊 这个忘了穿了 哈 不好意思 闪臂啊 闪臂没变啊 这些东西 嗯 它都是非常需要的 呃 但是都有所减少啊 所以我觉得它的优先级不是那么高 那我们再看 穿上这些新装备以后 那是整体有一个提升的 然后除了这个穿甲少了一点 呃 少了十点啊 所以我觉得小那家的 所以我觉得小那家的它的这个优先级也不是这么高 那我们再看这个一节 一节这样 现在你有这个有这个这个也可以积攒到 那么这样装上以后 它的物理攻击少了十三点啊 这个十三点应该说无关痛呀 其他方面呃 它的这个穿甲少了十点 呃 整体来说的话 争议不是非常的明显 呃 但是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既然这这个装备你有的话 把它穿上是没错的 因为打那个嗯 十六张的第一小关啊 第一个小关可以少到的那种就需要用到这个一节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搞起来啊 但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骷髅王 骷髅王的话 我是不大推荐的啊 首先看 如果你只穿这两个的话 你看啊 首先它气血少了很多 少了二十五就相当于少了四分之一 然后护甲和这个抗性啊 魔抗也低了很多 然后这个攻击力也减少了 力量减少了 生命质也减少了 呃 相当于整个进阶以后 如果没进去其他装备的话 这个没支撑 那它就整体的是一个削弱的一个趋势啊 那我们把这些穿上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末日决斗 我们知道嗯 骷髅王的这个魔抗是非常低的啊 你看这样加起来以后 才两百多一点 穿上这个以后 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啊 这个决斗是 附魔以后能够加到一百多点吧 好像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数据好像还有错 加了以后才二百四的魔抗 嗯 但但就就整个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整体的提升 但是这个吸血少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骷髅王进阶的优先级还是不算太高 还是这个橙色能够发挥它吸血的这个最大的优势 它的这个特点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看着它快要死的心慌了 那一刀戳下去 又能吸很多血上来 所以这也是它 呃 屹立不倒的这么一个 一个它的这个出彩的一个点吧 所以你去把这个吸血舍弃了去进阶的话 是不太划算的 然后这是骷髅王 然后蓝胖 觉醒装备穿上 然后鞋子太坦 看啊 它的智力下降了 法强也下降了 护甲也下降了 魔抗也下降了 呃 这几个是它作为 呃 这个肉体前排啊 法系前排 呃 非常重要的这个属性啊 一个护甲一个魔抗都有所减少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只有这几件装备 就最好不要去禁接它 那我们再穿上其他的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的智力和法强稍续有点下降 暴击也稍续有点下降 呃 所以这个整体来说的话 你去进阶它的话 呃 它的收益就是这个 它的生命值加了一万多啊 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肉了 所以你要把它作为这个 法系前排的话 来克敌法 我觉得就可以有必要 把它全部装备穿上 然后这样进阶啊 嗯 这个蓝胖我们就应该算是待定吧 等你装备有齐全以后再去进阶它 然后接下来是沉默啊 沉默的话 沉默我觉得也是进阶的这个 作用不是太大 你看 这三样我们现在目前能刷到的 你穿上以后 装夹夹魔抗有所下降 嗯 然后这个 呃 忽视魔法抗性啊 这个就是 也是下用 然后技能提升了一击 这个收益也不是很明显 然后即便是这两件穿上以后 啊 啊 那它这个就属性就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两件新装备以前 我建议还是把它保留在这个阶段啊 嗯 当然有人说它的这个 智慧之刃和智力是挂钩的啊 嗯 这个我倒没有去执行就过我也不是数据地啊 但是即便是挂钩这个百分比比如说它就涨 你看我们看涨多少点智力啊 智力多了247点对吧哦 应该是221点这个蓝色的网上的箭头221点即便说按照Dota里边这个百分比来算的话 221点你乘上一个5%10%那就非常少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你为了追求那么一点智力的属性的这个提升来提升这个智慧之刃的这个伤害 呃 应该说你的收益不是非常的大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白虎 白虎也是比较推荐优先进阶的一个 我们看啊 把这个穿上这个穿上 它的这个整体属性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了 除了这个穿甲少了一点 呃 这个装上以后也没什么影响 呃 所以我觉得这个白虎还是可以去进阶的 呃 然后再看后面这两个装上以后 这个属性就 就前面会提升啊 后面这两个是有所下降 嗯 白虎本来是作为一个辅助啊 所以它这个穿甲其实作用不是挺大 嗯 嗯 然后生命回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重要 这不是太重要的一个属性啊 所以我推荐 白虎 你可以把它进阶了 嗯 然后接下来巫妖啊 今天内容非常多 我们挨个挨个讲 这两个稿上 嗯 你看法枪减了 护甲也减了 然后护士魔抗啊 就法穿也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妖它 你目前这两个装备的情况来看 进阶的话也不是有太大的收益啊 反而有所下降 那我们再把后面这几个穿上 应该就提升非常大了 嗯 只有这个护甲下降了一些 嗯 其他的 法穿少了一些 嗯 但是他整体的这个 其他的属性提升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这个魔法强度 还有这个魔法暴击啊 都加的非常多 所以巫妖本来就是靠这个大招 和这个爆发吃饭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当你有了这五样装备以后 再去竞技它也不迟 然后毒龙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毒龙本来也是一个比较非主流的 虽然说新版本 决心以后非常牛逼啊 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心对吧 也没什么发言权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双头龙也是啊 双头龙也是我们推荐的一个 穿上这三样以后 嗯 他的技能等级加了一 然后法暴少了二十五点 啊 法强也少了一点 嗯 生命值也少了一点 整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他 嗯 这个法暴和法强也是他输出的一个关键点啊 少了少了一些 嗯 但是就这个 怎么说呢 打这个副本来说的话 把它进阶了的话 我觉得是更加的有用一些啊 他的能量恢复也上去了 嗯 所以这个双头龙 我是推荐可以去经济他的 然后光法 光法的话 这个涉及到卡质力 我就不去分析太多了 呃 他穿上装备以后 整体的应该是一个提升的状态 哎 这个 这软件怎么 啊 别别这样啊 别这样看我我录视频呢 好 不看了 我们看下一个 dp啊 dp也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我是优先把它 呃 放在第一个境界的位置 所以这些装备我是全部准备齐了 银铃 然后还有一个寒冻之勇 然后还有黑暗法典 还有这两样 穿上以后啊 除了法强少了52点 这个应该是说 嗯 小无键打5吧 52点在整个6000多点的法强里面是占不了多少的比例啊 然后就生命恢复 少了200多 这个也是无关紧要的 然后抵抗沉默的话 这个30%和10%的效果其实 怎么说呢 都是看脸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减少也无所谓 嗯 然后技能的话 加了一击啊 这个就对他的这个法强有一个补阵的作用吧 所以我觉得DP应该是说首选要进阶的一个东西啊 嗯打不管是打女武神还是打这个呃 魔无灵啊 无灵啊 然后还有你打这个王座塔 嗯 噩梦远珍 它都是一个得力的这个阻力啊 所以优先它 巨膜呢 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变动啊 不痛不痒的感觉 这三万穿上以后是有一些提升 但是反而 嗯 它本来就非常低的这个膜抗 又少了 然后这个物理穿透也少了一些 他把这两个装上以后我们再看 护甲应该是上去了 护甲上去了 那个魔抗 魔抗上去了60点 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优先级不太高 观望一下 速食的话这里就 要提一下 速食在这个新版本 我觉得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无论你打那个王佐塔 还是打恶魔远征 没有速食的话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后他打预言尺 打这个魔免 这些都有他的上场的地位 而且说他配合一些小鹿 这些全能 这些觉醒全能 组成一个奶队 也是在竞技场防守 有很很大的这个作用的 效果也非常明显 当然大家说这个兵魂出来了 奶队又有这个下坡的这个趋势啊 但是这个既然都练起来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阻力的话 还是有必要把它打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裸奔的话 它的属性都是上涨的啊 还别说这个穿上这些装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速食应该是说是这个进阶乘一是比较有必要的啊 然后接下来是熊猫九仙 嗯 这一会就不给大家多看那个那个那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 嗯 我们就说一下吧 乘一的话 你看他的装备就多了一个这个魔子决斗 加魔法抗性 这个的话对熊猫应该算是一个加强吧 因为熊猫本来魔抗就非常非常低啊 虽然说他在这个曾经红级一时啊 果宝大熊猫大家都想要 但后来到了这个九十版本以后 由于他这个低魔抗站不住 所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装上所有的装备以后 是什么样的情况 生命值加了将近一万 然后攻击也加了不少 嗯 魔抗啊 魔抗加了六十多 护甲也上去了 嗯 其他的这个穿甲少了十点 嗯 整体来说的话 应该算还是一个加强吧 这个就看大家取舍了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嗯 可以把它的进阶起来啊 但是优先期也不是太高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小鹿 小鹿的话 其实到了我现在还是成色啊 成一的话 他的最大生命值下降了一些 然后其他的奶量好像是提升了 对吧 所以我建议如果有的话 可以把小鹿先也先进阶了 啊 这个奶量充足是我们打王座塔 和这个厄梦远征的一个保障啊 所以小鹿也推荐大家可以去进阶 然后敌法的话 就要看了啊 敌法如果你刚刚只有这两个装备 你看他的护甲就下降了 然后输出也下降了 生命值也下降了 整个就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啊 当然你如果装上这些装备以后 新的装备啊 对他这个魔抗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属性都是有所增强的啊 所以这个敌法跳进去 应该说就 比以前还要更加肉一点了嘛 那所以敌法的话 如果穿上满装的话可以去进阶 然后人马 人马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到了90版本啊 3.0以后 人马其实本来就是很吃装备 吃了很多龙心 然后他的作用呢 也更多的就是搭配这个法系队啊 所以他现在这个开场护盾 如果你不去进阶开场护盾也是那么多啊 他的作用就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你去把他花这些精力啊 花这些装备 把它搞上去 收益不算太大 来看一下 护甲 护甲上去了一点 应该说是600多啊 应该还不错 魔抗的话是高了很多啊 但这个也是 装备优先给他 我觉得不太划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先机还是排在后面吧 凤凰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我还是不推荐啊 这个也是 装备放上去的话 你得到的收益不是太大 然后猴子的话 我也觉得没必要啊 首先你看 即便是满装成衣 猴子赖以生存的一个主要的属性 吸血啊 也是下降了很多 虽然说他其他的这些上学一点 然后他的这个 呃 魔抗增加也不是很多 然后最最逗逼的是这个 他成衣的装备居然是加的这个法爆啊 魔法魔法暴击魔法强度这种 这个一个物理英雄 我不知道给他搞这些装备来干嘛 估计是这个 呃 龙徒爸爸有意要去削弱他 嗯 所以猴子也不推荐去优先进阶 然后其他的 我没有练起来的 但是也比较主流的 就讲一下吧 船长潮汐啊 陈一 呃 也是可以进阶的 然后呃 女王的话我不知道啊 也不太清楚 嗯 女王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些思路啊 对你我们对我们没有讲到的英雄 呃 继续的这样去进行分析 嗯 相信这个讲的也比较透彻啊 如果你没有那个工具的话 就我们之前大爱神也提到一个方法 你就把这个装备打开看一下 他这个橙色的装备的 争议和陈一的 他整个样这样对比起来 比如说这个魔龙巨盾和这个不朽盾来对比 呃 不朽是加护甲 加生命值啊 然后这个也是加护甲 加生命值 所以这个这两个是 应该算打个平手 阴影之书啊 加生命值加法 魔抗 这个呢 单纯加力量啊 这个的话 应该说是成熟的装备胜出啊 鞋子一样的不管了 这个极限球 然后就全部加属性 这个的话 加魔法暴击 这个也是比较逗逼的一个 也就算打个平手吧 然后这个是加护甲 然后这个 加护甲 然后加了魔抗啊 然后加生命值 然后还还有一个重要的减少被控制时间 作为一个前排肉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这个整体来看 潮汐的成衣装备啊 如果全部穿上以后 对他是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啊 如果你没有那个工具的话 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分析也是可以的 嗯 我们今天这个分析就到这儿吧 嗯 大家有自己的理解 也可以 嗯 进行的发表 对吧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讨论 那么我们就顺便提一下 我们的所有群 群号是162068 617 嗯 也可以加进来啊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毕竟大家都是这个刚刚摸着石头过河过河啊 嗯 对各方面都还不太的明白 嗯 需要我们呃 发挥群众的力量啊 开动大家的脑筋 一起去想一起去思考 玩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是动脑筋 不要人云云啊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虽然说有这个视频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大家也要去仔细想一下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全对的啊 有可能我 我说的有可能会有错误 或者会有什么纰漏 呃 大家都可以这个随时的指针出来啊 当然前提是用文秘的方式啊 不要喷 我最讨厌喷子了啊 好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非常长啊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嗯 也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